第1113集 赵新武虽然没意识到方平 可以帮自己遮掩气息 可方平既然这么说了 他也不再收敛 暴和一声 一步踏出了千米 如同昔日陈耀祖一样 大道所在 皆是他能抵达的范围 斩 赵新武踏出千米 一刀斩落 顾青寒毛竖起 这次不再顿头 回身 精神力凝聚出一柄如同真实的长枪 一枪杀向赵新武 非但如此 赵新武眼前也出现各种画面 宗派弟子战死 新武排斥宗派 他走之后 一位位宗派弟子为了血刷屈辱 战死地夫 脑海中还有张涛的存在 新武不须宗派 赵新武 你是宗派盟主 你强 宗派不灭 我不杀你 新武强者也不会对战友出手 你自己选是去是流 赵新武 宗派和戒雨之地 紧密小关 我不能让宗派壮大下去 有朝一日 戒雨之地来人 我不知道你们会如何选择 可我不敢赌 赵新武 你怎么选 一幕幕场景闪现 脑海中赵新武不甘 悲愤 我赵某人为人类征战多年 不曾对不起任何人 而竟连宗派传承都无法保留吗 张涛 你就是如此对待人类血战的同袍 张涛 因为还不知道虚实的借雨之地 你就要放弃宗派界上万无者 我赵新武这一生 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我敢问心无愧地说一句 我是人类的英雄 不是耻辱 为何会这样 一幕幕昔日的场景闪现 那时候多么的不甘心呢 他这一生变强的初衷就是为了壮大王乌山 师父临死之前含泪告诉他 不要让宗派成为过去 要让王乌山永存下去 他答应了师父 所以在那个时代 他接掌了宗派盟主一职 那时候有人骂他 朝廷英权 宗派界的一些老古董 指着他的鼻子去骂他 他不该投靠朝廷 你有何资格担任盟主 心无 心无是什么 宗派时代不曾过去 宗派界的老古董不理解他 心无时代的领袖不放亲宗派 尤其是戒雨之地出现端倪 张涛多次找他谈话 王乌山不能壮大下去 何止王乌山 整个宗派界都不能再壮大下去 壮大 那就和一些戒雨之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后很容易出现麻烦 甚至出现取而代之的情况 若不是心无压制了宗派界 也许今日戒雨之地出山 就不再会是现在这一幕 而是大量的宗派投向戒雨之地 因为大家同源 地球的王乌山 地窟的王乌山 不是一脉吗 王乌山壮大 是支持心无 还是支持王乌山动天 这一切 张涛不敢赌 可他不敢赌 却让赵心无奋斗一生的梦想 成了净花水月 他这个宗派界盟主 成为了宗派界的耻辱 他担任盟主的年代 五大兴起 宗派越来越没落 一些老古董已经彻底绝望 哪怕自己门人也在质疑 掌门到底在干什么 他没干什么 他在固步自封 让宗派越来越没落 赵心无 你甘心吗 赵心无 你对得起你师父吗 赵心无 一次次的 你除了付出 还得到了什么 原本你可以继续压制境界 进入王乌山 也许一日走出 三千米 五千米 甚至万米大道 如今为了救援 一些抛弃你 抛弃宗派的人破镜 值得吗 赵心无 你是白痴 傻子 这一声声气血忽诉 在脑海中不断响起 现实中 赵心无一刀劈出 骨劈的精神长枪断裂 此刻 眼神有些茫然 顾青健壮松了口气 可下一刻 赵心无眼中力芒闪烁 什么值得不值得 我赵心无是人类 是华国人类 家国天下 宗派自治 没有什么不值得 我心目中的宗派 强大的原因不是为了让宗派扬威 而是守卫这片净土 你们根本不懂我 我也不需要你们懂 赵心无心中一阵阵怒吼 脑海中各种幻想消失 张涛 我不怪你 但我也不服你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没有证明我是错的之前 我永远不服你 一声呐喊 在心底生气 张涛说宗派是毒瘤 他不服 宗派武者也是人类 现代宗派是现代宗派 介域之地是介域之地 张涛将两者等同 他也不服 他迟早会证明这一切 证明张涛对不起宗派 对不起那些为了人类 征战一生的宗派武者 他要让那个高傲腹黑的武王 亲自当着全人类的面 给他道歉 给宗派界道歉 给那些战死地窟的宗派武者道歉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一声爆吼传出 赵新武器是陡然强大三分 强大的可怕 坚定的信念没人比他更坚定 武王错了吗 谁敢说武王错了 谁敢否认武王的功绩 谁敢说武王压制宗派是错误的抉择 他敢 武王功绩再大 但是对不起宗派是真的 资源最少 人才最少 宗派界依旧在为人类奋战 同为抵御强敌的力量 为何要区别对待 这就是不攻 他不服 一声爆吼传出 顾清脸色狂变 不 你疯了 都会死的 顾清爆吼 疯狂顿逃 随着赵新武气势变强 王战之地上空 混乱本源开始暴动了 刚刚那一刻 赵新武居然在他的精神幻想中有了突破 这出乎所有人预料 方平也是一脸懵 这忽然就变强了 麻烦了呀 如此一来 他恐怕遮掩不住赵新武的气息了 死 赵新武一声怒吼 一刀斩出 这一刀好像斩断了天空 斩断了空间 斩断了生命之路 一往无前 坚定地走下去 走到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让武王道歉 说他错了 而这需要时间 需要实力 武王不服 他就打的对方扶起 告诉他 关键还得看实力 你武王能不攻 那是你强 我让你道歉 那是我比你强 不 顾青满脸绝望 不甘心哪 从上午到今日 今天他的希望一次次破灭 他的双真神之道破碎了 他的性命 也许都要失去了 赵新武 你杀不了我 这一刻 顾青面前也是一条大道成线 大道接近千米长 下一刻大道尽头光芒绽放 与此同时四面八方 雷鸣声哄响 他在没有屏蔽的情况下突破真神镜 此刻混乱大道瞬间爆发了 大道炸裂 顾青确实不管不顾 直奔赵新武而去 我死 你也没想好过 真神 早就可以成为真神了 却是一直没成 就是为了更大的目标 今日却是被一群蝼蚁逼迫到自杀的地步 我不甘心 顾青双眼冲血 不甘心 赵新武没管 任由他冲来 这时 刚刚斩的一刀 破开天地 一股刺眼的药芒升起 炸裂声响起 顾青直接炸成了粉末 可这一刻 上空混乱本源却是炸开 直奔赵新武而来 赵新武脸色微贬 也不管这个 回身一刀斩出 直接将千米外的几位酒瓶斩杀当场 接着 赵新武破空而出 晴天大手一把抓住几十位重伤者 宝贺道 我走了 你们小心 话落 赵新武疯狂顿讨 身后轰隆一声 一个黑色大洞出现 混乱本源在追杀他 一个个黑色裂缝出现 赵新武疯狂顿讨 方平健壮有些担忧 却也无可奈何 他也不知道 刚刚赵新武怎么受刺激了 居然一下子打破了 真正的绝颠壁垒 晋级绝颠了 在外界进阶他只有欢喜 他在此地真的危险了 希望赵新武可以逃生 方平再次看向顾清那边 此刻顾清已经被赵新武斩得尸骨无存 空中一枚水晶体浮现 方平有些意外探手一抓 拿入手中 没发现是什么也不细究 顾清死了 这位风云榜第七天外天领袖死了 方平想笑 说不出的痛快 下一刻转身抱贺道 顾清已死 杀 灭杀所有人 杀 众人爆红都是士气大仗 天外天领袖死了 杀光了这群混蛋 王站着地外 咔嚓一声脆响 风云榜第七古清 就在这一刻 名字消失 一片暗淡 虚空中 轰隆一声雷霆轰鸣 清儿 一声呢喃传出 一位古老帝尊 身影浮现 仿佛在万里之遥 仿佛就在眼前 清儿 老人没有带地面 穿得普普通通 此刻面带少许悲色 第三代最优秀的门人死了 平玉天顾清这一代 最优秀的人死了 这位心比天高的天才 早就可以成九真神 迟迟不愿 就是要走出双真神 完成一日走出 三千米五千米的野心 可现在 一切化为乌有了 可叹哪 风云道人的虚影再现 叹息一声 也是惋惜 天骄顾清 哪怕是他 也知道的很多 死了 这也是这一次 进入之人 死去最强的一位 也是风云榜前十 第一位死去的舞者 至于排名第八的 洛宇 并未死去 此刻洛宇的名字 暗淡无比 却还亮着 没死 却是重伤 重伤的还不止 落雨一人 风云榜排名前十的强者 或多或少 都有些伤势 李长生的名字 也是暗淡无比 可这时候 众人甚至顾不上 顾清了 也顾不得其他人了 就在此刻 一个人名耀眼的刺目 风云榜第二 赵新武 赵新武的名字 亮得让人刺眼 真神境 赵新武踏入了 真神境了 顾清刚死 赵新武真神 虚空中 有人冷笑 这事联系一下 还不清楚吗 谁能斩杀顾清 这样的强者 顾清虽不是真神 可只是不愿 并非不能 现在被杀了 不用猜了 赵新武干的 虚空中 古老帝尊的身影 凝视了一些 难难道 赵新武 杀我平育徒孙 可知下场 下一刻 平于天帝 看向通道门户 此刻 一股强大的气息 已经靠近 甚至隐约间 可以看到一位强者 正在从通道中闯出 所有人都看向那边 这是这次 第一个出来的活人 不少人低声笑谈 赵新武 杀了平于天帝的徒孙 最杰出的那位 这下子麻烦大了 平于天帝 四范天之一 平于天之主 龙辩 玉龙 长荣 平于 四范天的四位天帝 平于极为古老 不比龙辩 差丝毫 四范天 学大动天 这十四家 才是真正传自上古的势力 赵新武杀了顾清 这事恐怕不好办 就在众人谈笑中 一道人影 有些狼狈地逃出了通道 普通一声栽倒在地 金身炸裂了大半 赵新武出来 平于天帝 看向赵新武 淡淡道 你 杀了顾清 赵新武抬头 金身恢复站了起来 看向平于天帝 淡淡道 是我杀的 你可知古清身份 你是平于 不错 哼 我明白了 赵新武没多说 这时候看向高峰上的李主 缓缓道 我为左帅 王廷可出头 李主轻咳一声 脸色发白道 李某无力 凤王化王 你们呢 凤王淡淡道 你赵新武虽是左帅 对王廷无功 无功者 明白了 话落 赵新武一刀斩天 平于天帝 轻叹一声 探手一抓 直接捏爆了长刀 叹道 主神墓地 虽说生死有命 可你无后台 无强者撑腰 杀我平于天强者 那就死吧 就在这时候 一只叫边破空 直接鞭打的巨手扎脸 远处张涛淡然 平静道 赵新武有功于人类 虽叛逃之地哭 可我张某不杀他 谁有资格杀他 平于 你想找死 平于天帝 轻笑一声 背负双手 缓缓道 你已得罪死方 强敌无数 张涛 你还要为了 此人和本地为敌 那又如何 一声铿锵之声传出 张涛站了起来 直视平于天帝 但莫道 张某与天帝为敌 与四方为敌 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 我在乎的一切 平于 莫不是觉得我受伤了 战不了你 还是觉得一个古老帝尊 比泰安还要难杀